南韓國會大選剛落幕 拿下十二席 成為第三大黨的祖國革新黨 今年三月初才成立 選後第一天就清算政敵 創黨人也是前法務部部長曹國 大動作走上首爾街頭 前往檢察廳 要求司法機關立即調查 南韓第一夫人金建熙的多項指控 南韓國會大選執政黨慘敗 影戲月成了跛腳總統 最大原因外界直指 他的枕邊人第一夫人金建熙 金建熙遭報收受旅美牧師 贈送價值約七萬多台幣的 高檔名牌包 影戲月緩家聲稱 妻子沒辦法冷酷拒絕虧贈 沒道歉又硬拗的態度 引發名怨 再加上之前涉入操控 汽車公司股價獲利 甚至傳出韓國高速公路建案 為了離他家更近而改道 一連串醜聞 拖累老公 就算省飲四個月也沒用 影戲月把特價的青蔥 當成正常物價哀紅 吃蔥不值蔥架 再加上影戲月正值作風 強硬獨裁 從一個沒有政治經驗的檢察官 登上大位 給人印象相當固執 不亦妥協 種種因素導致執政黨吞敗 嘲笑野大局面持續 國內局勢不穩 北邊鄰居持續放炮 金正恩直呼 國家周邊地緣政治不穩定 以為現在比以往任何時候 都更要為戰爭做好準備 記者李清聰 綜合報導 和遥 都不思議 走 都不思議 都不思議 向切違反